大家好 今天想分享的是杏仁雪花糕 这个甜品很适合夏天吃 材料简单做法容易 而且硬直一流 材料只需要这四样东西 首先在锅里加白糖 再加一半的杏仁奶 另一个碗加些玉米粉 再加剩一半的杏仁奶 把它们拌匀 拌至见不到玉米粉为止 开小火 把刚才的玉米杏仁溶液 倒入牛奶和糖 慢慢加热 慢慢一路搅拌 一路搅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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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搅拌至这个稠度 就可以关火 准备一个不瘦钢兜 对面抹些油 将这个半凝固的制成品 倒进去 用抹刀抹平面 如果觉得有些困难的话 不要紧要 我们将它包到保鲜膜 再在上面慢慢压平它 将它放进冰箱四度那一格 冰到凝固为止 两个小时之后 拿出来已经凝固了 然后脱模 将它切成自己想要的大小 在碟上加些椰丝 将切好的糕放上去 每一面都沾满椰丝 是否非常简单方便快捷呢 而且非常之靓呢 吃起来 有杏仁跟椰香 有杏仁跟椰香 感谢观看